如果要来南昌玩的话 一定一定要吃这个夹脚板 超级无敌 好吃 穿鱼宝宝真的流出了羡慕的眼泪 南昌宝宝的专属甜品 再给我加点辣椒吗 姐姐 好啊 好啊 嗯 好啊 哈喽 我是Dani 姐妹们 我上次来南昌的时候呢 就是无意之间吃到一家水煮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他们家那个辣椒真的就是有点东西 走吧 我要分水煮 偶丸 其他要两个 你们是不是之前在巷子里啊 哎 我就说嘛 然后那个白的花菜 嗯 那个芋头 哇 好粉 空心菜 糖果 然后再要分白粉丝 再来个煎蛋吧 然后再要卤的心肺 吃辣吧 哦 我要吃特辣 吃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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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可以吃到我的水煮了 这边是我的鲁青肺肠结 还有虎皮鸡爪 炸香蕉 还有炸的脚板 这个好像是小脚板了 先吃在上面这个糖果 它已经被泡泡了 好好吃 那糖果的口感就像油条一样 然后它是甜的 他们家的芋头超级超级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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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带 嘴主的最爱 哇 流心的 进去蘸蘸汤汁 哦 好好吃 好好吃 我怎么觉得他们家那个油辣 比没有第一次吃的时候 那么辣了 偶丸好像都是每家店自己手工做的 虽然是偶啊 但是它比较黏 为什么江西的冬天有空心菜吃 川芋宝宝真的流出了羡慕的眼泪 而且是那种很嫩的空心菜 你懂吗 哈哈 水煮的脚板 打个蓝苍丸 一定还要尝尝这个 肠结 它好像是鸭肠打的结 好好吃哦 超级有矫准 护皮鸡爪 大便吃 鲁心肺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碎管 它像脆骨一样 油炸的嚼板 如果来南昌玩的话 一定一定要吃这个夹脚板 烤鸡骨鸡好吃 它外边那一层就像薯片一样薄脆 它是那种有油润感 像猪油渣那样的油润感 它就会化开 然后它里边就是那种比较有嚼劲的 很有韧觉 那好吃 再给我加点辣椒吗姐姐 好啊 好啊 你还要加辣椒啊 嗯 加一点 他不知道给你烤 我要给你加乳汁了 哦 谢谢 我知道你好意思 你怎么知道啊 我还要加这个卤汁啊 谢谢 完成我这个超级加辣版本的 好吃 哎 真的我觉得那些变好好像真的都是老板娘会做一点 哈哈 亲爱的 给你做这么多 这么多糖果一方 有个好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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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吃方便面 姐姐在帮我煮个方便面嘛 来吃我的炸香蕉 它这个炸香蕉上面呢 撒的是糖霜 哎 像雪一样啊 雪了 一定要表面是糖霜的 我昨天吃到一家 它表面真的是白砂糖 辣的吃了吃甜的 原来糖果是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偶完完整的样子 太好吃了 来一口 包拉松表面 我发现这边水煮里面都好像都会加甜甜的萝卜干 它就会让你的汤都变得有点甜 但是不喜欢吃甜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加那个 南城真的满大街 我觉得都是水煮店 我看到最多的就是那个绝味水煮 吃我的糖果 它现在泡趴了 真的好好吃啊 这个玩意儿 这个汤汤 里面有碎掉的藕丸 化掉的芋头 还有萝卜干 葱葱 天哪 香绝了这个汤 现在 整个汤都面面的 直接包碗喝吧 皮蛋 HAPPY END HAPPY END 嗯 嗯 太好喝了这个汤 再来一个 那个糖霜入嘴的一瞬间 就被你口腔的温度给化解 可不可以全国推行一下炸香蕉和炸饶板啊 外边这层表皮 就是这样水的 南城宝宝的 专属甜品 太好吃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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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拜拜